在近身回归的今天,知识分子风因为其内敛随和,低调时穿,成为了这一波趋势中最具代表性的那一个。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如何打造21世纪的知识分子风。 说起知识分子,你心里会出现一个什么形象呢? 我心里对于知识分子有一个特别特别明确的形象,就是我的高中英文老师。 190公分高,一个超级超级销售老先生。 一年四季都穿着一套非常平整的灰色中山装。 最上面这个扣子永远都是扣装的,全白的头发一丝不乱,黑色的皮鞋连灰都看不上。 一手小凯写的那个粉笔字像字贴一样,话说这也是25年前的事情。 好,回来,我们今天还要按照形色制和细节调整来进行风格分析。 先说颜色,以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冷漫,最喜欢利用的颜色都是饱和度极低的中性色。 这种颜色表现出的人物性格就是沉浸、平和、含蓄、庄重,几乎对应了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全部影响。 比如,相对于这个呢,这个就应该更符合我们印象中的知识分子。 其色彩搭配手法是上下同色,他甚至还喜欢里外同色,这样的配色关系呢最简单也最高级,更符合一个知识分子的穿搭状态。 知识分子的着装啊,首先一定是得体的,但得体不意味着他们会在色彩搭配上花费太多的心思。 所以,中性色的同色搭配,这个不会出色的配色方案是最适合他们的。 当然,Lamel在同色搭配技术上呢,也会加入明度对比度极低的色彩组合。 而弱对比和不对比的色彩组合中,给人的感觉是质朴古雅。 所以,他们是顺着低饱和度、中性色的性格来进行色彩组合延展的。 不过呢,对于现实中的我们,用好同色搭配就够了。 但,同色搭配有个大坝,这个等下我们会知道。 形象设计中呢,面料一共分为五大风格类型。 知识分子风使用的是平和理想型的风格面料。 这类面料啊,没有强烈的质感,也不会过分的平滑光亮。 没有强烈的性格,终归中居。 把它对应到面料上就是,它既不应该有厨房面料,强烈的击力感, 也不应该有羊绒真丝,高织棉那样的高级光泽感。 所以啊,我们能用到的面料多为,低棉混法,毛笛混法,和较为平整的毛织物。 温和的材料设定表现了知识分子,文化阶层,温和,平静,且理智的形象。 比如相较于这个,这个就更应该符合知识分子的形象。 一般啊,形象定位设计大概分为三步,也就是形,色,质。 上面是色和质,下面就来到了最关键的形。 所谓的形呢,就是不同的服装扩形在我们身上的比例关系。 对于了解Lamel的人,我相信你立刻就猜到我要说什么。 对,Lamel利用的扩形组合全部都是上宽下宽。 衣服在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比合体再宽松一些。 Lamel的秀场造型则是放大了这种宽松感。 我们可以看一下奥本海默的剧照对比啊, 奥本海默完整的诠释了什么是销售而坚毅的知识分子形象。 而站在他旁边的演员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脑满非常的某路人。 虽然呢,他在剧中也是葵学家, 但因为影视形象设计,我们立刻能感知到他和奥本海默的形象区别。 所以我在这里说个扎心的话, 能够穿出知识分子感觉的人必须要瘦, 至少至少你不能和胖沾边。 这也是刚才同色搭配的那个bug, 同色搭配牵绊好, 但同色搭配会将你整个人连成一片。 如果你很瘦, 那它会增加你的身体亮感, 如果你胖则会让你更胖。 宽松的扩形呢, 更会在物理层面上加重这种亮感。 Lamel同时融合了这两种方式,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穿这样一个风格, 并要穿好看就必须瘦。 总结一下, 知识分子风需要的形色质分别是, 上官下官的扩形组合, 宝合度低的中性色同色搭配, 以及质服哑光的面料质感。 在这里我需要提醒你, 我们一个普通人在真实的世界生活工作, 永远不要一比一复刻就场造型, 因为现实生活中, 你的裤脚踩到脚底, 走路是会摔跤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常会出的三个错误, 比如这套服装上, 我也满足了刚才形色质的要求, 可是却和知识分子没有半毛相关系, 就是因为这里在视频上出现的尼龙棒球帽, 高饱和度的机车手套和乐福鞋, 它们的出现确实会让你看上去更时髦, 但如果今天是一个秘笛作文, 那么这张试卷就是零分, 当把所有的时髦视频全部拿掉, 虽然看起来更加普通, 但也符合知识分子的面积造型。 这里我需要提醒你, 知识分子的发型不可以抓得太过于造型感, 最好就是这种朴实的发型, 但并不是说你就可以不去造型的头发, 你依然要将卢顶高度, 还有倒着水击状, 用吹风机或者美发棒做出它应该有的形状, 温和理性和邋遢窝囊不是同一词。 这里你暂停一下, 找找这两套造型的区别, 一个是同色同质, 一个是同色意识。 刚才说了, 知识分子要全部用哑光的面料去比, 如果采用了高光面料, 那给人的感受就变成了低调的奢华, 而不是温和的理性了。 克制在这里说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性格, 更是选品的角度和心态。 看我的视频你就知道我一定会有显高调整, 我理解和我身高一样的人也会想追求松弛感, 而有时也会过分的利用上换下换, 相信我, 我们穿成这样只会变成一个极简主义麻袋, 所以我们在瘦的前提下只能追求适当的宽松, 比如上衣买成不收腰的版型, 裤子从宽松的直筒裤换成宽松的锥形裤, 又或者在保持阔型的前提下将上浅下身做得更明确。 最后你会发现知识分子风造型的调整空间非常小, 很容易就变得非常普通, 所以对于知识分子风来说, 不是衣服穿你, 而是你穿衣服。 如果你没有高预算去购买优良面料和好的版型, 就只能靠自己的气质为这套普世无化的衣服带去温和低调理性的风格感。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模仿知识分子风的时候不露脸的原因。 那现在你学会了吗? 你觉得自己适合这个风格吗? 那之前我做了一期关于自我风格定位的视频, 经过一年我对风格定位多了一些新的思考, 所以下期将自我风格定位做了一个从制版, 来方便你更准确地对自己的原生风格进行定位。 底层的一层展渣, 我是小先生, 我感谢您的观看。